明朝万历皇帝由于在历太子的问题上遭遇阻力 犹豫不决无计各事 便心灰意冷不问正事 面对皇帝的不作为 一位直言敢见之臣 尚书怒斥皇帝酒色才气 那么万历皇帝是否真的贪财好色 而这又给明朝社会带来了什么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九集 九色才气 万历皇帝自从当了父亲以后 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根据祖宗法度 他应当立长子为太子 但是由于万历皇帝特别宠爱郑贵妃 子已母贵 他便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但又遭到了从太后到大臣们的遗旨反对 于是立太子的国本问题亦是僵住了 而万历皇帝既不愿妥协 又想不出解决办法 便采取了托字诀 不理不睬 但万历皇帝没有想到 他的冷处理却让他陷入另一个深渊 百家奖谈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出万历新王路第九集 九色才气 我们上一集说 在万历十四年的正月初五 郑贵妃给万历皇帝生了一个儿子 黄三子朱长循 这个儿子给万历皇帝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但是马上也陷入到无穷的烦恼之中 不但是烦恼了万历皇帝 而且也在折腾大明王朝 那么皇帝在这个状态下 他面对着的外庭和内功 有点心非意乱了 你们外庭不是一直在对国家事情发表意见吗 国家的事我不管了 由你们去管 实际上他也没有管多少 后宫的事 母亲不是要管吗 那我也不管了 让母亲去管 那他干什么 他干的是和他的爱妃郑贵妃 和他的爱子黄三子朱长循 读读小说 看看戏曲 讲讲故事 也齐落荣荣 他想静一静心 但是静得下来吧 静不下来 为什么静不下来 外庭 你可以躲 但是咒书你得看吗 一看文书房送过来的咒书 十字八九是关于国本问题 凡 然后每天主要跟母亲请安吧 那个时候是非常讲究礼节的 你皇帝必须带着你的皇后 带着贵妃 去和母亲请安 一到慈灵宫 面对着的是母亲的冷言冷语 也难过 所以也是一个凡子 一句话 一个字 就一个凡 所以他也慢慢的悟出来了 既然是凡 那我就干脆 把这个凡子放下来 对大臣的咒书 对太后母亲的批评 他也越来越产生抗体 习惯了 习惯成自然 他也许把母亲的批评当作唱歌 把大臣的这种批评 当作一种赞扬 变成一种麻木不仁了 但是有一天 虽然说麻木不仁 他还是觉得十分难过 觉得十分的愤怒 什么原因 因为有一个臣子 给他上了一个咒书 这个咒书本来他也懒得看 但是一不小心看下去 非常的愤慨 这个咒书叫什么名字 咒书叫 九奢才气四真书 上这份咒书的人 叫若鱼仁 这个若鱼仁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 曾经做过两个县的执县 政绩都不错 政绩不错就调到北京了 做大理事的平事 大理事是明朝的一个司法衙门 专门组长扶审的 对死刑和重大犯罪 进去复合扶审 这个大理事的平事是七品官 和支县一样 但是既然是金官 他升迁的机会 这种面对的机遇可能就更多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 这个若鱼仁就觉得自己要报答皇家的恩典 但是他到北京以后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 全是飞心丧气的事情 听到什么 听到的都是说 皇上如何如何宠爱郑贵妃 如何如何不太爱理国家的事情 皇帝如何如何 皇长子已经将近十岁 不但不立位太子 连出国读书都不允许 还说皇帝 如何和郑贵妃正在密谋 想费长离 听到的都是这些事情 实际上当时的明朝这些大臣们官 也就是这些事情 那么罗鱼仁怎么办 他很着急 但是他又观察 到底是不是这样 结果他赖下兴致 观察了一年 他待不下去了 他一定要上书 表明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万历十一年 万历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临近年官的时候 他上了这个咒书 开篇 他谈自己的感受 谈什么 他说曾到北京一年 才见了皇上三次 所以我在想 他能够一个七品芝麻官 能够见到万历皇帝三次 应该也不少了 如果放在家境的后期 放在万历二十年以后的时期 也许他一年一次度难得见 他还认为少了 所以他认为皇帝他也不管事了 然后接着说 我听到的事情 说为什么皇帝不出来 据说是龙体欠安 于是一切传绵 我听到是这些事情 骆一伦继续说 我看皇上龙体欠安 不是其他的原因 我看你是得了四种病 得了哪四种病呢 第一种病叫酒 第二种病叫色 第三种病叫财 第四种病叫气 然后他继续写 说我给皇上 我虽然不能整脉 但是我给皇上 列一列这酒色财气的表现 皇上对照一下看 是不是得了这四种病 下面我念原文 因为原文比较精彩 第一种病是什么呢 我有一人说 说皇上 八针债玉 双酌势丹 复豆不足 既长叶 此其病在四季无叶 什么意思 说皇帝 三郎海味就在面前 整天吃的三郎海味 整天喝的家粮没酒 白天喝的不够 夜已即日 甚至通宵达旦 这是第一种病 他问皇帝 你对照一下看 是不是有这样 这病叫什么病 叫四九 然后他接着说第二种病 从十郡 一起施姓门 宁正妃 尼连不听 忠谋病次 处未久须 此其病在练色而已 第二种病是练色 贪恋美色 所有的人都知道 万里皇帝喜欢郑贵妃 郑贵妃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但是 洛宇仁在这里 解释了一个 天下人未必知道的 不但练女色 还练蓝色 什么叫做十郡 十郡就是十个 长得非常俊秀的小宦官 所以 他不仅 从女色 而且还练蓝色 这是洛宇仁说的 他的第二种病 第三种病是怎么说的 传说厂经 扩取弊薄 甚且略问宦官 有限则已 无则遣诺 此其病在贪财业 说皇帝第三种病是贪财 实际上这个病 比前面那个练色的病还丢人 是说皇帝贪财 贪到这种地步 向宦官说起贿赂 这实在太丢人 这是第三个病 探财 第四 今日绑宫羽 明日赐宗官 罪状为民 力逼仗下 其死其病在丧气眼 丧气 说 今日 你看到哪个宫女不顺眼 你用棍子打人家 明天看到哪个宦官不顺眼 用鞭子抽人家 有些甚至棍棒交加 利弊仗下 这是你皇帝要干的事吗 这就叫丧气 作为看看 这个洛宇人说皇帝的病状 说了四种病状 四九 脸色 贪财 还丧气 不要说是皇帝 如果哪个批评我们 这个也很难接受 所以皇帝看了这个咒术 非常的气愤 但是洛宇人还没完没了 怎么没完没了 他后面说 这四种病 本来是无药可治 但是我看你是皇上 我们城下的 总要帮皇帝的忙 所以我给你开四种药方 如果皇上按我这种四种药方去办 保险 要到病存 但是洛宇人开的 并不是中药的药方 是什么 是真言 也就是劝戒 所以为什么这个书叫四字真 就是四字真言 这四字真言 一共每一句是四个字 一共三十六句 分成 九真 色真 财真 戏真 所以又叫四字真 由于原文比较毁涩 而且攻击的也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不一一念下来 归根到底就两个字 哪两个字 戒狱 让万历皇帝 你把欲望好好戒掉 还加上两个字 干事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欲望 给他很好的克制 然后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里面去 那么九色财气这四种病 自然消除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对比一下 嘉靖后期 海瑞给嘉靖皇帝提意见 和现在 洛宇伦对万历皇帝提出的批评 他完全两种风格 哪两种风格 海瑞实际上带一种痛心疾首的 他的一种沉重 而这个洛宇伦带有什么了 带有一种嬉笑怒骂的无赖 这个一方面跟批评者有关系 跟批评者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跟时代有关系 嘉靖的后期到万历的前期 尽管官场的作风已经比较腐败 但是仍然产生了像张巨正那样一种 敢于担待 办事认真的这种高级官员 仍然产生出了像海瑞这种两袖清风 而且一生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这种斗士 但是到了张巨正死了以后 认真办事受到清算 两袖清风受到嘲弄 所以又在万历皇帝的这种麻木不伦之下 批评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意气用事 另外一个极端 嬉笑怒骂 或者是嬉笑怒骂 或者是意气用事 而在这个意气用事之中 实际上表现出一种激愤 而这种嬉笑怒骂之中 也表现出一种无赖 洛宇伦的这个四字针 实际上既表现出一种激愤 然后又有一种无赖表现出来 这是时代发生的变化 它就不一样 在明朝建立以来 到这个时候已经两百年了 对皇帝的批评多种多样 但是像洛宇伦这样 嬉笑怒骂的希罗皇帝 应该说还极极少见 所以洛宇伦他的命运怎么样 很多人担心 因此第二天一早 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做王家平 就赶快向皇帝上了一份咒术 这个王家平当时也是内阁大学士 但是他排在最后 排在最后 他在洛宇伦上书的第二天 紧急云旧 他向皇帝说 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层 洛宇伦有罪 他毫无疑问有罪 这就是个狂徒 一个混蛋 怎么能够这样骂皇帝呢 皇上多么辛苦你知道吗 你怎么这样奚落他 他有罪 然后第二层意思 大学士也有罪 内阁也有罪 他说心平气和的想一下 洛宇伦尽管是混蛋 但是他毕竟还出于一片爱君之心 爱国之心 你看看又在胡隆曼的皇帝 所以我们看到明朝大臣的上书 他对皇帝老师打一下摸一下 那么又在摸了 他说毕竟他还是对皇帝有爱心的 只是提一件的方式不对 而我们大学士跟皇上关系这么密切 而皇上一些缺点我们竟然没有察觉 即使察觉了以后也没有认证提意见 因此我们的罪障比洛宇伦更大 第三层意思 愿意和洛宇伦共同接受惩罚 你看看 错误言论人人有份 皇上如果要惩罚洛宇伦 连我们一起惩罚 皇上怎么办 皇帝看到这个咒术 同样气得没有话说 但是这个咒术非常及时 缓解了一下气氛 而这个时候临近年关 过几天就是纯洁了 所以皇帝也不愿意让这个事情 冲淡了这种喜庆 所以把他压了一下 压了一下到了第二年 正月初一 大年初一 皇帝就在御德宫召见内阁大学士 皇帝在御德宫的西施 坐在御他上 这个时候的内阁大学士有四个 第一个是我们上一集所谈到的 孙世行 他是首府 第二个叫许国 许申报国的那个许国 第三个叫王熙爵 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家平 四个人鱼冠而入 看到皇帝坐在御他上 于是赶快跪下来叩头 三夫万岁 京城寒暄了以后 皇帝就开始诉苦了 说最近这些年 郑尽管比较年轻 这个时候万里皇帝多大 二十八岁 生世行多大 五十六岁 二十八岁的万里皇帝 像比他大一倍 自他年龄两倍的首府来诉苦 说自己生地不好 人家五十六岁生地都很好 他二十八岁生地不太好 他说经过太义把脉 说我的心火比较旺 干火也比较旺 正在调理 那么大学士怎么办 大学士要说好话了 他说我们刚刚看到皇上 身材奕奕 身体很好嘛 说明调剂得很好 万里皇帝说是啊 本来调剂得不错的 但是碰到洛宇伦哲小子 骂我九色财气 我又上火了 上火身体又不好了 那生世行一听 很有意思 这像什么 就像自己家里一个小孩 挨了别人家的小孩的打 然后告诉父母亲 说挨了打 你帮我去报仇 或者就直接找到人家的家长 说你家小孩欺负了我 你还不管一管 这种感觉 只有哄他 说洛宇伦就是个狂徒嘛 一个混蛋嘛 他不过想孤民钓鱼 皇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你气 生气 气坏了脓体 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身体 那我们这个大明怎么办 希望皇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那皇帝说 说是这样说嘛 但我也知道不能生气嘛 但是骂得我难过嘛 你们先生们你们看看 你把这个书看看 如果是骂你们 你们会怎么感觉 生事情结局不看 我不看 我看了以后传出去 这个很不好听点 皇帝实际上也还没有等他来得及看 就开始诉苦 诉什么苦呢 皇帝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诉苦 说这个洛宇伦说我事急 先生们想想看 我大明江山 如此兴旺 如此繁荣 天下人谁不喝酒 先生们难道不喝酒吗 凭什么这洛宇伦就骂我 他自己不喝酒吗 所以你看看 这事酒不是问题吧 他说我恋舍 孔子也说过嘛 实舍信也 爱美之心 人家有之 郑贵妃 是漂亮 我喜欢他也是事实 但是不是因为她漂亮 我喜欢她 我喜欢她是什么原因 因为她勤勤恳恳 伺候我 我每到哪个后宫去办事 郑贵妃总是跟着我 朝夕相处 伺候的我很好 说到那个王公妃 王公妃她要带小孩嘛 所以她没时间陪我嘛 这能够怪我吗 怪她自己 你看看 这又是傻赖 明明是她喜欢郑贵妃 天天把郑贵妃放在一起 她说人家王公妃 来陪她 王公妃要带小孩 来那郑贵妃不要带小孩吗 所以她这样解释 第三 她说郑贪财 这个财太滑稽了 她说我什么都不缺 可能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财 为什么 郑富有天下 天下的财产都是郑的 你说宦官 我还用的着 向宦官去索贿嘛 这个洛宜人说 宦官给我行贿 我就对他好 哪个不对我行贿 我就对他坏 哪里有这个事啊 皇帝继续说 这个说得极其可笑 他说如果我想贪某个宦官的财 我直接令人把他抄家 不就完了吗 我还换得着 向他索费嘛 抄了他的家 他的财产就是我的 所以这个万里皇帝 你说他不贪财 他自己说自己不贪财 这个说得过去嘛 最后他辨别自己丧气 他说古书上说过 少时戒之在舍 壮时戒之在斗 少年的时候 这个戒是戒舍 壮年的时候戒是戒斗 这个斗是什么 斗就是气 这个道理我知道 难道我这点文化都没有 就是你洛宜人有文化 但是气谁都会生的 他又说生死刑他们 就如先生们家里 如果哪个童谱 哪个卑女 犯了事情 你能不生气吗 那鞭子抽 那棍子打一打 这也是正常的嘛 难道宦官犯了错 宫女犯了错 就不允许我打吗 打是有的 但是打死是没有的 他这个不承认 特别皇帝还谈到 他丧气他嗜酒 说 洛宇伦说了他 酒后死性 动辄棍棒交加 他说更没有的事情 所以一遍又一遍 向生死刑诉苦 不要说生死刑听了 就我和我看到这一段记载 我每读这一段记载 就惊叹 民神中实录 为什么把落于人的四证书 和万里皇帝的辩解 以及他和生死刑的对话 记载的那么详细 我想这些编者一定别有用心 是想把万里皇帝 这丢人的事情 告诉我们后人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都是民神中实录记载下来的 这实录下记载这些东西 不要说他们看了 他们当场在场 就是我们听了 我们读了 也会觉得有想法 说万里皇帝 这个皇帝怎么当的 真是好好可笑 真是好好可怜 你碰到这样奚落你的绳子 不拉出去 上巴石 然后贬折到边缘的地区 甚至棍棒交加 把他打死 但是万里皇帝没怎么干 为什么不这么干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 他不这么干 所以他把大学士们叫过来 也并不是说要大学士 自洛宇伦死的 而是要讨一个说法 我估计他什么三个原因 第一 他没有想到的原因 就是时代发生变化 万里时期的风气和嘉靖时期的风气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期已经是明朝 特别是万里时期一个非常难得的 这种非常友善 非常和谐的时代 所有的官员几乎都从张居正身上吸取教训 张居正负责吧 张居正认真吧 风暴给了很多人停葬吧 但是一旦时期发生变化 你今天整的别人 弄得保 明天人家反过来整理 所以大家从反面接受教训 不负责任 大家和气 一团和气的时代出现 所以这个一团和气的时代 随随便便杀人 随随便便就葬了这人 名声也不太好听 这是奇 但是万里皇帝根本没想到 这是我们分析 第二 执政者也不同 过去的执政者 是张居正 是风暴 他们是雷历风行 而现在的执政者 是生死刑 这个人长期在汉林院待 又是藏元出生 苏州出生 所以他的为政宗旨 就是何悉尼 各种政治利益之间 各种政治派别之间 他进行窝旋 大家好 就可以了 不要做得那么认真 所以要他去 起草文件 藏则八十 或者出于死刑 他下不了这个手 所以执政者也不行 但是第三 我认为没有对 洛宇伦进行过重惩罚的原因 第三个很重要 是因为这个时候万里皇帝 他关心的只是一个事情 外朝关心的也是那个事情 哪个事情 国本的问题 只要外庭 不拉郑贵妃 不拉黄三子说事 不拉国本说事 其他事情都可原谅 都是小事一章 尽管自己受到了委屈 但是他还要为郑贵妃 还要为他的黄三子 争得人气 他还要收买人心的 所以不要说万里皇帝 这个时候不管事 这个时候心非意乃 哪个事要拎亲 哪个事要放下 他心里血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没有对洛宇伦进行严厉的惩罪 盛世行他们听了以后 怎么办 只有劝皇帝 说你还是消消气吧 这小子想孤民钓鱼 如果皇帝严惩了他 那不是成全了他吗 皇帝一听事啊 所以皇帝28岁 孙世行他们 怎么觉得他都还没懂事 他说是啊 如果成全 如果 重臣他 那不是成全他顾名钓鱼 当年 加进皇帝 海瑞怎么骂他的 海瑞就想做忠臣嘛 我的皇祖 老四中加进皇帝 就不让他做忠臣 不让他做忠臣 采取什么措施 不杀他 杀了他 他就是忠臣 忠臣的对应面是什么 忠臣的对应面 是昏君 只有昏君才杀忠臣嘛 所以加进皇帝 不杀海瑞 那么这个洛宇伦 要孤民钓鱼 和万历皇帝 小侍中 我要效法老侍中 不杀他 但是这口气 还是忍不住的 所以又问孙世行 你总得给他处理 要不然 我这口气 淹不下去 孙世行怎么样 继续胡弄 继续胡弄 说忠臣他呢 倒不是成全 不仅仅成全他的 孤民钓鱼 关键 还损怪皇上的名声 什么原因呢 如果皇上把他的咒书 发到我们内阁 我们内阁 起草 忠臣 严厉惩罚他的这个意见 然后要拿到 斯里坚去批红 斯里坚批红以后 还要下到六科 六科姬氏中签署 才能够执行 我们可以保密 那个六科姬氏中 是些什么人 他的名字叫阎官 就是专门说话的 明天 那一轮可能还刚刚成子 甚至还没有成处 他骂皇上的九色财气 可能天下皆知 天下人不知道皇上一天到晚 忧国忧民 还以为你真是九色财气 皇帝一听 这倒也是 要不然大家都说我真的是九色财气 既成全了他 还损害自己 那么他说 我还是觉得这口气淹不下去 你们说 总要拿个主意吧 这个时候 形势就缓和了 形势缓和了 绅士行 他们就胸有成竹了 说这样吧 给皇上出主意 这个事情第一 不让他传出去 让谁都不知道 就是皇上你知道 斯里建和文殊皇帝 宦官知道 然后我们几个大学士知道 实际上他到底写什么 我还没有看 只是皇上宁说的 我们都不说 然后 陈传个口信 给大理事 让大理事的主官 给洛宇伦一个暗示 一个什么暗示 说你这小时一天到晚 在北京闹事 你要车车没什么事干 干脆 你打个报告 回去算了 皇上一听 这样就能够没事吗 内阁大学士们当然是说 这样就没事了 皇上也惩罚他了 等于把他革之为民 皇上说 这样好 但是注意 到了万历时代的明朝 已经无国家机密可言 哪里有什么国家机密 难道深思行说 不传出去就不传出去的吗 如果说不可以传出去 为什么第二天 洛宇伦在万历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的书 第二天 王家平就可以上书云秋 上面第二天就传出来了 于是 尽管没有严惩洛宇伦 尽管是洛宇伦打辞职报告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陕西陕 金阳县 陕西陕 金阳县 但是 这个所谓九色财气四字争 传遍了整个中国 变成了大家金金罗道的一个事情 不过我这里要提出一个 尽管明朝的人都金金罗道这个四字争 但是 洛宇伦说的是皇帝 但是反映的是一种社会 明朝的社会 实际上也已经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 以后我们要谈到冯蒙隆的三言 冯蒙隆的三言里头就明确提到九色财气 变成一种社会的通病 社会的通病感染到皇帝 皇帝的这种病又强化了社会病 变成一种上下互动的病 那么洛宇伦辞了 应该说遭到某种惩罚了 皇帝是不是亲近了 丝毫得不到亲近 就像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 这个国本的问题 时时还在缠绕着明朝的宫廷 而这个时候 大学士们 特别是孙思行 许国 王熙觉 包括王家平 实际上他们的心态 发生了某种变化 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皇帝 玻璃皇长子的时候 他们确实愤怒过 但是看到皇帝和郑贵妃 在太后的这种愚微之下 受到的这种压制 看到外庭的阎官 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 他们对万里皇帝 对郑贵妃产生了某种同情 因为他们毕竟接触的比较多 毕竟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他们作为大学士 又不能说 我们就立郑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 他们只能坚持 还是立皇长子 但是他们态度发生变化在哪里 就是对于那些过激的言论 对于那些超之过激的官员 他们进行了某些劝处 这样一来问题坏了 大学士们变成了众士之敌 从此在明朝的官场上 开始分出两派 以国本作为试经师 凡是在国本问题上坚定不渝 并且不断的发表激烈言论 要求立皇长子的 这成为一派 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恪守道德底线的 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清流派 另外一派支持内阁 觉得不要超之过急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些人里头有一些做官不好好做 做官往往喜欢沾点便宜 有些贪官污吏 所以他们就变成另外一派 清流的对立面 我们也可以说是着流了 但是这个字眼不好轻易用 实际上这里头也有许多不错的官员在里头 他们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大局考虑 他们不希望超之过激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明朝的官场 万历时期的官场 从此就出现了流派 以后发展到党派之间的这种论战 所以党争也就由国本开启了一个源头 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场欢喜一场愁 就是因为这个国本的问题 黄三子的诞生 一场欢喜 不但皇帝发生忧愁 也损开了大明朝的利益 但是我这里还要说一个事实 就是这种文官们之间 这种清流也好 着流也好 这种政治分野 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而在这里头 三阴风 点鬼火的 还恰恰不是官员 是一些什么人 是一些游兽好贤的浪荡子 是我们过去曾经说到过的一些山人 一些游棍 一些社会无言人员 他们在散布流言蜚语 在官员里面进行派别的划分 所以本来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 被他们挑明了 很多东西不挑明 比较好办 我们有回旋的余地 一旦被挑明 这就逼垒深野 那么在这里头做这些事 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叫洛新炉 是一个山人 所以我们下一次将要谈到 这个洛新炉 他怎么散因风 怎么点鬼火 怎么在官员里的划分派别 使得明朝的官场 从此纷纷牢牢 谢谢 明朝万历中 社会上开始盛传一些政治谣言 这些在当时被称为飞羽的流言 矛头直指万历官场 褒贬人物 议论时政 一时间官员人人自危 百姓直指点点 飞羽虽然转瞬即逝 却在无意间开启了明朝后期 党徒乏裔的源头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十集 飞羽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